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零度军舞,我是小杜 大家都知道直升机执行监视侦察攻击任务已经有一段历史了 可是俗话说得好,好将难逃阵头王 不管直升机多么先进,其风险和损失问题总会在定程度上存在 所以各国也开始发展安全无危险的无人直升机 近年来由于负荷材料、飞行控制等技术的高速发展 诞生了各种各具特色的无人直升机 像英国的斯普赖特、新西兰的沙蛇,以及我国的战狼武装直升机等等 不过大家知道这款可以装进裤兜里的军用直升机吗? 这款诞生于挪威的黑色大黄蜂无人直升机,采用纳米材料设计 重量只有18克,等同一包蜡条或者两名元硬币的重量 放在手中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它的大小只有巴掌大,在不使用的时候反手就可以装裤兜里 小小的身材加上静音飞行设计 可以到各种常规无人机无法侦查地方大摇大摆而不被发现 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不小 黑色大黄蜂能以5米每秒的速度持续飞行25分钟 不仅能靠每秒15米的大风,还能全机身防水,不用担心雨胶 机身上搭载了包括红外夜视镜头的三个摄像头 一个对准正前方,一个与45度角指向地面 一个直接朝向地面,随时可以全方位侦查并实时传递视频 小小的身体上还装了GPS导航 由于配套的显示屏和单手控制器操作 视频还可以制定路线,让飞机侦查整个区域 或是悬定在一处进行观察拍摄 不过这么萌的小身板,不得不让小多有点担心 它会不会飞着飞转撞到电线杆,把自己撞坏了 要知道这个仅有半个鸡蛋重量的小飞机 价格居然跟其50倍重量的两斤黄金差不多 目前黑色大黄蜂的售价高达4万美元一架 约合人民币28万元 由于价格昂贵,只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英国的SAS特种空勤团将其纳入囊中 而且黑色大黄蜂也只供军方采卖 看来那些想把黑色大黄蜂买回家当玩具的土豪们还得再等等咯 感谢收看本期零度军舞,期待你的关注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下面留言